红灯停 绿灯行 黄灯亮了等一等 我红灯亮 我过马路 妞妞 现在是红灯 你要等变成绿灯了才能过 好吧 我从来不看红绿灯 我就是要现在过 那就别怪我们蒙古红绿灯不过去了 红绿灯亮 红灯停 绿灯行 黄灯亮了等一等 红灯停 绿灯行 黄灯亮了等一等 可恶 你们都老大做了什么 哈哈 谁让他不遵守交通规则 所以我们罚他在这里把交通规则背一百遍 什么 一百遍 哼 谁让你先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绿灯亮王猫 你现在可以通过了 好吧 可恶 我终于背完了 哼 看你以后还闯不闯红灯 现在已经是红灯了 妞妞 你要等一等 好吧 让开 快让开 现在是红灯了 现在不能通过 太危险了 不行 我必须要过去 来不及了 什么呀 这人怎么闯红灯呢 比妞妞还可恶 就是 你们怎么不惩罚这个人啊 我看他根本就没把你们红灯都放在眼里 妞妞 不用你说 我们一定会解决的 我们这次的红灯的能量 都是光教理给我们的 我们就让他帮我们找到刚刚那个人吧 好 妹妹 乐乐 妞妞 怎么样 有你们在 还有人敢闯红灯吗 哼 当然有了 是的 我们还没来得及教育他呢 他就开走了 速度太快了 我们都没看清他的样子 哈哈 不用担心 找人这种事我最满手了 嗯 我查到刚刚的人就在医院里 红灯们 你们过去看看吧 终于找到你了 闯红灯的人 啊 桃子老师 怎么是你 是 是我 桃子老师 你可是我们的老师啊 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你怎么能闯红灯呢 我 我是因为 好啦 闯红灯就是不对的 不管是谁都不应该这么做 你现在跟我们走吧 不行 为什么 我今天之所以闯红灯 是因为我给大龙补课的时候 他突然晕倒了 我才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里 我得等到大龙醒过来 再跟你们走 可是光教理教给我们的任务 就是只要有人闯红灯 就要立刻制止并且惩罚 是啊 可是桃子老师 他也不是故意闯红灯的 我们就再给老师一次机会吧 我都知道了 根据规定 驾驶机动车闯红灯 是肯定要接受处罚的 但这次桃子老师 是为了争分夺秒 把大龙送到医院 才闯了红灯 理应为他的通行量绿灯 所以我就为桃子老师 消除这次错误记录吧 谢谢光精灵 啊 大龙 你还好吗 我就是发烧晕头了 刚刚已经打针吃药了 老师 谢谢你 太好了 您您乐乐 我们回路口去吧 好 伙伴们 你们也要记住 红灯停 绿灯行 黄灯亮了等一等 我们下期见